接下来出场的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姑娘 这位姑娘来自辽宁海城 人送外号 猴大胆 来 掌声有请 拍摄 对 拍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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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叫侯婷 我今年21岁 我来自辽宁海城 我的爱情渲源是 侯大胆不墨借 生活必须有刺激 好 我想问一下 你知道我为什么灭你吗 我想问问你 台上咱们所有人都一米多高 你两米多高吗 我们这边其实个头 也挺挺烦的 我们已经符合标准的 除了二号徐摔我们都符合 我在这儿守了一圈 行喽 谁会不灭灵 想灭灵 以后就灭你 小样的 好 真张正义 你那是杀谁心 你不也一米多高吗 我多少比他高八厘米 懂 八厘米 八厘米咋了 能当饭吃吗 能当前华吗 不能当饭吃 空气 好 好 哎呀 我看这姑娘是来打包木槿来了 是不是这意思啊 啊 来二号徐帅 缘分天使 就是 他眼光很好 徐帅就是比谢帅强 对 哎 颜值就是比谢帅高 哦 对 狼狗包 你都说不明白 狼狗包 分裂了 哎呀 我说 明月 随便一个姑娘的出现 任何一个帮派 迅速滑稽 对 都是塑料情感 是吧 我看出来了 好 那接下来猴大胆 来看一下猴大胆 第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海将可留姓名 海城 猴大胆 大家好 我叫猴婷 今年21岁 老家在辽宁海城 目前刚刚大学毕业 即将走上高铁乘务员的岗位 我的内心非常狂躁 喜欢刺激 我最喜欢这些摩托车 当我骑上摩托车时 哎呀 那感觉 哎呀 肥爽 嗷嗷爽 你都不知道 慢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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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为了骑摩托车 从来都不穿裙子 我觉得那玩意嘛 不方便 当我骑车 我在寻找刺激的道路上 永无止境 我不止喜欢摩托车 像公园里那些刺激项目 我都嗷嗷喜欢 什么大摆锤呀 过山车呀 海盗团呢 我跟你说 这玩意儿我都玩无感了 就跟没事一样 就感觉贼姐样 就因为我喜欢这些刺激的项目 我的朋友们给我起了一个 响亮的外号 叫做猴大胆 我猴大胆兴致极 发事从来都是骑里咔嚓 你玩什么呀 能不能快点的呀 咋这么磨啊 这娘 催催催催催催 总催什么 家里不收拾赶紧 你就 出去玩意儿能有心情吗 我受不了那种哏人 作为一个东北人 你虚虚叨叨叨 磨磨叽叽 你说你个不个人人 我接受不了这种 磨磨叽叽贼精致的人 我猴大胆 出对象了 人家可就是你的小可爱了 哎呀 别看了 我想要一个口红 人家都有嘛 给孩子买一个嘛 对待对象 我温柔的像只小猫 喜欢黏着你 喜欢跟你撒娇 来 十两号小胖 我其实我挺喜欢你嘉宾这性格的 而且我特别喜欢刺激嘛 别看我这个铁额子 就这一对一块 我也挺喜欢的 就比如说 像我就之前苗条的时候 那过餐车啥的 我一坐我能坐五六遍 我就是走个鬼屋啥的 我能在那的鬼屋 跟那个扮演的鬼的 也是唠嗑的 那小子是十九 然后我就听听听 我说挺不容易 一天在那一百三 我说一天挺不容易 干的是别的 行呐 我跟他闹上了 我说一让他后面喊 我说你心疼心疼 一嗓子 别喊了 不怕这玩意儿 我俩就坐那样 我说老客 后来他老板是 给他们有个传呼 老板就没想听到 他主管 然后说老板喊在那层的 还给你闹上了 赶紧玩 我就是跟焦上心了 我就在鬼屋里面 我确实不怕那玩意儿 就喊就还抽了很沙子 这胆儿真大 没确实挺好的 只不就是 因为那个 还是说年龄的事儿吧 然后但是说 就是营姿萨爽点 挺好 好 小二还是大DOO 一瞅你这样 这胆儿挺大的 我胆儿呢 其实真不到 我胆儿呢 你没看我体格到 但是我胆儿不到 我曾经有过 这么一回事儿 就像我们大家 那个公园 去鬼屋玩 就像在那边说 那个鬼屋 他给鬼老渴 我把鬼给揍了 我也干过这事儿 你咋把鬼给揍了呀 那鬼咋出来的 刘萨爽点出来 我就害怕了 然后我一间碰就糊上去了 然后把他打倒了 设备杂都坏了 那鬼咋样啊 鬼 反正是 那个位置清了 那鬼不反抗吗 鬼没反抗 反正最后老板来了 管我要了五百块钱 这胆儿的行吗 这胆儿 我 我 就只是我胆儿大 我不在乎你胆儿大不大 就是喜欢 喜欢玩 喜欢追求刺激 你看 骑这个机车 这个感觉 也是追求速度与激情 是吧 如果到了